最近看严肃题材的电影有点多,就想着放松一下,来吐槽一下 本期视频会以《魅女》为主线 相当风散的唠唠,我能从这个关键词联想到的其他东西 之前说过电影包括电视剧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是更加的服务于男性的艺术形式 尤其是在早期的电影中,女性的形象一直是带着男性视角刻板印象的 但是最近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话语权和社会地位 当然主要是消费能力的上升,更多的资本看上了女性这块肥肉 于是尤其是近几年,我们能看到非常多的媚女的作品 那些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帜,其本质还是一种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 还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充斥了服侍傲慢的态度和卑微的讨好女性的嘴脸 真的比普通的电影更加的让人觉得恶心 再次强调一下,以下我说的都是主流的商业电影模式 非主流的电影都不在本次的讨论范围内,塑造对立 一般来说走剧情的电影都会设置一个反派 好的电影会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反派,可以是世俗压力,可以是具体的人 接下来主角会在与之较量的过程中获得成长 知名的反派,比如汉尼巴、小丑、江玉燕 他们都是那种我很喜欢他,但我更喜欢他死掉的样子 这是角色的魅力是需要用心塑造的,但是媚女电影走的就是流水线的快钱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墨剧本什么的 所以理所当然的,觉得女性的对立面是男性 于是这些媚女电影的反派就必须要由男性来当 尤其是如果是爱情相关的,那除了男主之外的所有男人 不但是恶人,还要恶心人,具体就不举例了 相信大家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大串名字了 好像只要男人够恶心,我们就能goes helping goals 好像只有把所有的男性都变成反派,我们的女性就自立自强了 但是还是前面说的流水线产物是没什么时间去琢磨剧本的 所以那些恶心的男人通常没有什么脑子 比如新版的霹雳娇娃,其实霹雳娇娃这个IP本身就没有那么的好 老版就是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女特工刻板印象 尤其是各种换装,蛮恶趣味的 但老版是弱化了大boss的存在的,主要就是看美女 我一直觉得电影的定位很重要,老版的定位就很明确,美女打架 而新版又要美女打架,还想制造学念最好能输出女性力量 然而纵观全篇,你的女性力量其实还是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 三位女特工海报上裹的颜世,依然是刻板印象中的性感 只不过从之前的前突后撬女特工变成了现在的铁梯女特工 说到铁梯不得不无差别扫射以下我的新梗之作 黑凤凰 黑凤凰的凤凰在宣发基金一直都在营销她的铁梯 什么姐姐好撒,给个机会 真正的男女通杀室 她往那一站就能散发出藏都藏不住的二发性习俗 比如凯特布兰切特,赛龙,天海游戏 不是你摆个臭脸,竖起了男人的发型就是人间斑手了 这一点我虽然之前吐槽了黑寡妇,但是黑寡妇的叶莲娜是做到了女特工的突破的 她在里面吐槽NATASHA的HeroLanding 然后自己的身材也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最后的打斗效果也没有很笨重 女特工我不知道,但是我看打拳击的很少有NATASHA的这种身材的 好打住,回到新版霹雳娇娃 她打反派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和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打架 然后你打赢了 你说你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打着女性主义的电影 所有的影视作品一棒子打死某一性别的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三流货色 女性组队和换装 可能还是为了体现girls helping girls吧 美女行为在女性组团的电影里泛滥成灾 新版的霹雳娇娃,满天过海美人际 都是这一类的电影 这又要说到刻板印象了 本来电影电视剧相对于其他的形式是传播范围更广 影响力更大的 但是这些电影却没有好好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消除大众的刻板印象 新版霹雳娇娃组队之前就是一场换装秀 满天过海美人际也是一场换装秀 换装不是换装备 换装备是为了体现不同的人物的技能 换装其实是不必要的 尤其是满天过海美人际 写到这里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了 甚至有点别人觉得是这样 我偏不得偏激了 但是我真的从心底没办法接受一部作品 一边说着自己如何如何地打破偏见 一边把世俗的标签一张张地往自己身上贴 女性当然可以喜欢换装 我也喜欢换装 但当它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的时候 它是不是应该弱化这些标签 比如缩短篇幅这样的 我是这么想的 再无差别扫射一下 那些宣发集中在还原童年经典 哪个女还不想要一个巴拉巴拉的迪士尼真人版 拜托你宣发就别提什么现代女性意识的崛起了 你的公主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 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凝视下的审美 要还原度就要不起现代女性意识 说起来小美人鱼是真的大胆颠覆 完全没有还原童年经典呢 想来还蛮期待的 宣发和低诱前面喷了群像 习现在集火一下单人为主的作品 下面主要会针对黑寡妇猛青小队这两部作品 严格来说猛青小队算是群像 但这部电影的全名叫猛青小队和哈里奎英 并且小丑女是绝对的主角 所以就放到这里提了 然后大家也发现了 本期讲的绝大多数是好莱坞大IP 其实国产的大女主电影电视剧也是很多的 因为我被套路多了嘛 所以基本上看到就自动屏蔽了 所以咱没看也就不多逼逼了 而这些超音电影我或多或少是有感情的 再加上那些演员其实是很不错的演员 并且其实这种打出女性主义旗号的就是好莱坞 作为最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一个组织 我自然会去多听他们的东西 然后不好就往死里嘛 黑寡妇猛琴小队这两部的妹更多的体现在了宣发上 电影是艺术品也是商品 所以宣发能算得上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 良性的宣发应该是集中体现电影本身的卖点 猛琴小队和黑寡妇宣发主打就是全女性阵容 怎么说呢 全女性这个概念就和有机蔬菜一样 可以但没必要 你全女性阵容提高考莱坞女性的就业率 我觉得这是善举 但电影终归是电影本身 你这电影质量一般想拿着全女性阵容来给自己贴金 不好还要怪观众 你们挺让人造星的 低幼这点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也可能只是单纯的 现在好莱坞商业电影都不想好好的动脑子搞剧情了 目前我提到的所有电影都是一眼能看到头的剧情 非常的低幼 大批量的涌现这类电影 无非就是觉得我打出女性旗帜 拉几个帅哥美女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动脑子 只要身材就好 还蛮低级的 卖服 这是一个拓展 前面也稍微提到过一些女明星营销人间班首的媚女行为 然后我和那个吃他可崩掉后草鸭的朋友 鉴于他以后会频繁出现这里称呼他为二将 我和二将讨论的时候 他提出来了单美 确实单改这个话题近两年是很火的 从郑宏开始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爆款 然后就是各路牛鬼蛇神闻着味就来了 看很多真的有心梗的感觉 再无差别扫射一波 审美是有差异 但美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是不存在什么差异 比如青蛇 我觉得张曼玉比王祖贤好看 你觉得王祖贤比张曼玉好看 这叫审美差异 你说你觉得如花比秋香好看 这叫瞎 早点找个好医生看看你的眼睛 现在的单美真的是 找的那些男的太丑了 别说什么不要人身攻击演员 演员的长相就是他们业务能力的一部分 单美主要就是针对女性市场 女人绝大多数女人都是不瞎的 至少我觉得我这一代都是从平平无气古天乐那里走过来的 不会说看到俩男的牵牵手就啊我死了 不带这么糊弄人的 还有那些在BG里面卖BL的 你是想两手都抓 但你自己多打本事心里没点数吗 这只会得罪两边粉丝好吗 总结来说 我其实很不喜欢大家用政治正确这句话作为攻击的话术 因为政治正确是正确的东西 大家讨厌的是矫枉过着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不怎么干说女性题材的电影就是怕被人酿怪气说打拳什么的 但我现在觉得不说反倒是随了他们的意义 我就要说 《美女题材》的涌现是女性地位提升的一种表现 但是还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替女性说话的作品而不是傲慢的天 我都讨好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认可这种态度 好的本期就先到这里 我是金小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